大家好,欢迎大家学习另一的塞尔编程用实践 今天我们学习塞尔脚本综合实践的最后一个案例 塞尔操作数据库的案例 在这个案例里面呢,我们将会学到 用塞尔脚本语言如何对不同的数据库进行操作 然后这个案例呢,分为三个塞尔案例 分别是第一个案例就是说 用塞尔语言操作MySQL数据库,完成数据的平常插入 注意一下这个数据库的类型是MySQL数据库 好,第二个案例是用塞尔操作PostgreSQL数据库 完成数据的平常插入 这里面的数据库类型变成了PostgreSQL数据库 好,然后第三个案例就是用塞尔操作Oracle数据库 完成数据的平常插入 这里面的数据库类型呢,又变成Oracle数据库 好,就要通过这个平常插入的功能 我们掌握用塞尔语言是如何操作数据库的操作的 对不对,要么你插入,要么你查询,要么你删除 对不对,它的原理是一样的 好,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一个案例 用塞尔操作MySQL数据库,完成数据库的平常插入 完成数据的平常插入这个功能 好,第一步编写脚本 这脚本名字叫Auto Insert MySQL DB DSS 好,我们看一下脚本 好,看一下脚本 首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脚本内容 好,这个脚本是这样的 程序功能将MySQL数据库中执行P量自动插入 注意是P量自动插入,P量 好,首先第一步是数据化参数 DB Name表示数据库名,数据库名字 对不对,这个变量表示数据库名字 然后表明 表明的这个值等多少呢 叫Server Also Info 这个表 然后,这是一个变量叫Import File 这个变量,这个指定是导入的文件 这文件在哪里呢 点斜杠Servor.txt 这是当前目录下面的 当前目录下面的.servor.txt 当前目录下面的这个servor.txt文件 好,这个变量定义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数据导入了 首先呢,用Cat的命令 打开要导入的文件 通过One of the line 这样一个循环 这样一个循环 来读取文件中的每一行 对不对 多和档是一个循环体 多和档内部是循环体 对不对 好,打开获得每一行 获得每一行 获得每一行的这个字段 好,servor.name 这每一行都有两个字段 第一个是服务器名 第二个字段是机器码 好,服务器名是怎么获得的 通过$ 然后获得一个 到内部 到内部 执行一个命令 对不对 Echo.line 输出这个变量的变量的值 然后呢,通过Cat-D 这个命令 这个管道 然后呢 获得第一个字段 大家注意这Cat-D Cat-D什么意思 按这个双一号内部的这个 这个分格符 来获得第一个字段 那这里面是按空格来做个分格符 是不是 好,输出第一个字段 表示的是服务器名 然后呢 机器名 你是第二个字段 对不对 机器名是第二个字段 好 Hat-D 然后两个双一号 中间是空格 那-F-R 输出第二个字段 然后呢 这两个字段 获得 获得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 将这两个字段 插入数据库里面的 对不对 好,通过这MAC客户端 指定用户名 指定密码-E 表示执行服务语句 好 往这个表里面 插入这两个步段 这个值分别是什么呢 分别是上面 获得的这两个字的变量 对不对 好 这样就完成了这个数据的 这个MAC客户数据库的批量 自动插入这样一个功能 好 这个脚本解释就解释完了 然后呢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表 因为这个我们要 批量插入这个表啊 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这个ID 是作为一个 私生的一个字段 好 你们看一下 创建这个表 怎么创建呢 可谓Table 表名 然后呢 字段类型ID ID是个字段 对不对 飞空 然后自生 然后呢 服务名 主机名 就是服务器名 然后司服社类型 对不对 好 机器码 然后主件 两个主件 对不对 一个是ID 一个是服务姓名 sowname 对不对 好 引行 引导DB 好 自增 然后呢 墨益自负集 UT28 是不是啊 好 这个表就创建完了 然后呢 我们调制这个脚本 这脚本经过检查 确认没问题之后 我们可以执行 通过这个sh 控格 然后呢 后面给这个脚本名字 就可以执行了 好 好 我们执行过程中输出 对不对 输出 因为我们在脚本里面有点 设计输出的操作 对不对 echo 然后双引号内部 有个服务名 就叫服务器名 然后冒号 然后 然后这个机器码 对不对 服务器名和机器码 好 第一个是服务器名 第二个是机器码 是不是 好 服务器名 都是不一样的 知道了吧 好 这样就完成一个插入 对不对 好 我们这个 这个脚本很快就完成了 因为它是一个批量的嘛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进行数据库 已经查询 一看好 我们的这个数据自增 这个组件是不是自增的 12345678910 是不是 都是自增的对不对 好 这样就完成了 这样一个数据的一个批量插入 这样一个功能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脚本 这个脚本有个地方 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好 这脚本里面有 有三个 三个地方需要注意 第一个是循环读取文件中 行的方法 啊 这个之前给大家说了 是才用WiredLine这个方法 是不是 WiredLine方法 这个方法的好处在于什么呢 就是我可以获得这个 这个文件的 任何一行 然后对这个行 进行一个相关的操作 是不是 好 然后 然后第二就是自钻的截取 如何截取这个自钻呢 我们两种方法 是不是 这个我们脚本里面我们用的是 Cart-D 对不对 其实我们也可以用AWK来获取 是不是 好 第三个就是插入时 组境的自钻 组境的自钻 是总体现出来的 好 这个自钻呢就主要体现在这个ID 我们创建表的时候呢 这个ID自钻 是表示自钻的 创建的时候就只进成 就只进成自钻就可以了 啊 包括我们后期执行过程中 发现ID也是自钻的 对不对 ID也是自钻的 好 这个 share 操作马基础的数据库啊 这个 完成数据P2插入的这个功能 我就讲完了 下面要讲一下这个 share 操作Postgres Circle 数据库 完成数据的P2插入 好 我们看一下啊 什么样的方法啊 这边第一步 编写脚本 这脚本名字叫什么呢 叫Auto Insert Postgres Circle DBSH 这脚本名字是这个 好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脚本 脚本解释 我们大家看一下脚本哈 这脚本是这样的 程序功能 像Postgres Circle 数据库里面 执行P2插入 第一步 还是第一步 数据化参数 对不对 DB name 还是Auto DB Table name Servor also info 这个表明 然后要导入的文件呢 当前目录下面的 Servor.txt文件 对不对 我的数据全部在这里面 好 你如何进行批量导入 还是同样的方法 Cat 用Cat打开这个文件 用WireRudalign 获取这个文件 叫做每一行 对我和DOT 内部之间是循环体 对不对 循环体 循环体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呢 好 获得完每一行之后呢 获得 服务器名字 同CatGondi 获得第一个字段 机器码 获得 同CatGondi 获得第二个字段 这两个字段 获取完了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进行 像数据户里面进行插入了 对不对 是的 好 怎么插入呢 PostGrid Circle里面有自己独特的一个插入数据库的方法 好 通过P Circle这个客户端 指定用户名 指定数据户名 指定服务器地址 指定数据户的服务器的地址 和-C -C -C -C表示什么 就是开始执行Sircle语句了 好 -C Insert into 好 这个Sircle语句是不是 Insert into 然后 数据户名字 模式名字叫Public 然后DollarTableName 这个是表名 对不对 往这个表里面插入这两个字段 他插入这两个字段 他的值分别是什么呢 叫DollarTableName 和DollarMotionCode 好 这样的话 是不是完成了这样一个循环操作啊 我读取这个文件的每一行 然后呢 执行一个操作 执行一个插入 直到 打开这个 直到这个文件被完全打开完 那我的这个表里面的数据 也就插入插入完成了 好 好 这个小笔解释完了 然后呢 下面我们先解释下这个表 这个Postgre能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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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表是怎么创建的 好 Maseco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 因为这个Maseco和Postgre啊 Sircle啊 是一种是两种不同的数据库类型 他们这个Sircle语句 有些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但是呢 也有许多不太相似的 也有许多自己独特的地方 比如说 我创建主 创建这个表的时候 指定主件 指定这个自增这段 和Maseco就不太一样 Maseco里面的ID 是AutoIncreasement 对不对 这表示自增 那么但是呢 PostgreSircle里面呢 这个自增 用Siri Siri 这个这个表 这个表示自增 啊 这个地方就要注意一下 其他地方呢 就是差不多了 是不是 下面就不解释了啊 好 这个表就创建完成了 这个红色的地方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好 好 好我们脚本变形完成之后呢 进行一个调试 进行一个调试 怎么进行调试呢 好 确认好没有问题之后 确认这个脚本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之后 我们开始执行这个脚本 叫SH 空格 AutoInsert PostgreSircle DB.SH 好 开始执行这个脚本 还在执行脚本的过程呢 就是 就是输出一行 输出 服务序名 然后再出冒号 然后再输出 机器码 对不对 好 输出完之后呢 表示插入成功 那Insert 0 1 这表示每一行 插入成功了 好 然后呢 创建完成之后呢 我们用这个Sircle 用这个P-Sircle 客户端 来查询一下 查询一下 我们是不是 已经 完成这个P-A插入了 好 P-Sircle 客户端登录之后呢 -C 指定数据库名声 指定 我们要联系的数据库名声 好 联系完成之后呢 然后呢 我们执行 Select新 Sircle AuthInfo 查用这个表 好 你看一下 我这里面是不是数据 全部已经插入完成了 插入完成了 对不对 好 完成这个字段 ID字段是不是自尊的 12345678910 对不对 是自尊的 好 好 这个胶本就讲完了 但是呢 这个胶本需要有几个地方 需要注意 给大家说一下 和刚才 MySQL就有点 有很多 相似的地方哈 第一个是循环读取文件 这个行的方法 啊 强调一下 WireRootline 记得哈 WireRootline 这三个字 三个单词 你也找英语掌握好 啊 好 第二个是 自尊的截取 自尊的截取 大家给我说一下 对 Cat-D 或者是AWK 是不是 好 WK-F啊 嗯 好 然后是插入时 组件的自尊 好 不同的地方 在于红色的地方 ID 表示的是自尊自尊 MySQL里面表示ID AutoAggressment 对不对 啊 这个需要注意一下 超出主角的自尊 然后呢 有一个与MySQL不一样的地方 是在这里 是查询 查询语句 直接不一样 这个地方大家需要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哈 嗯 要select新 fromAutoDBpublic AutoDB点 好 第一个 第一个字兰表示什么 表示数据库名字哈 然后点public public public表示什么 表示模式名 模式名不 public是默认的模式名哈 嗯 然后最后一个字兰 最后一个字兰表示什么 表示表名 表示table内容 啊 是通过这样方法来进行查询 一个表达数据 啊 好 好 用这个shell脚本 对public cycle数据库完成数据的 批加插入 这个这个案例就讲完了 好 我们讲一下这个最后一个案例 用shell操作 oracle数据库 完成数据的批加插入 大家对的oracle数据库 是比较比较熟悉的 对不对 其实我们用shell语言 也同样可以完成 对oracle数据库一些 一些一些一些数据的 一些数据的一些操作啊 比如说你插入啊 删除啊 查询啊 都都是可以的哈 好 我们看一下具体的案例 啊 第一步编写脚本 脚本名字叫 auto下滑线insert 下滑线oracledb.sh 好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脚本内容哈 大家看下脚本成绘的功能 向oracle数据库中执行批量插入 好 数据化参数 然后 因为这个oracle里面这个数据库名 就可以忽略了啊 用它以不同的用户 来登录不同的数据库啊 好 这个数据库名我就可以 可以忽略不允写了 好 定义表明表明叫什么呢 叫servo also if 一样的哈 好 然后定一个定义要导入的文件 它的值 表示当前目录下面的servo.tst文件 好 变量定义完了 完成之后啊 我们就开始进行对数据的导入了 同样的方法 打开要导入的文件 通过wire the line 来获得每一行 获得每一行中的每一个次段的值 这个这个次段表示什么呢 服务序名 机器码 是不是啊 还是通般的方法 ißf1-f2 获得每一个次段的 ad F1-f3 获得每一个次段的值哈 获得两个次段的值之后呢 我们也可以导入了 对不对 怎么导入啊 通过Oracle 口端叫SyclePlus 登录Oracle数据库 怎么登录呢 用户名 密码 at 哪一个数据库的地址 然后 数据库的服务名 叫Orcle 这可以定的 好 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相遇 我们联合数据库了 是不是 联合数据库了 然后下面部分呢 就是稍微 有点特别的地方 好 看一下这个两个小一号 两个小一号 一直EOF 一直到EOF 到上面的EOF 之间 它是什么呢 它是通过两个小一号 来获得每行的输入 获得每行的输入 好 第一行是什么呢 叫插入 往数据库进行插入 往数据库 这个表 这个表中 插入相应的这个值 对不对 插入相应的值 这个值呢 表示ID 然后 服务器的名字 然后服务器的 机器码 然后插入一行 然后提交 对不对 插入完一行 提交 然后呢 我退出 我退出 然后呢 下一批 下一行 然后玩同样的一个操作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我就 我就对这个 这个文件中的所有行 进行了 一向数据库 插入 插入 这个 这个操作 好 好 我们看一下 下面一个 有个创建表的操作 因为这个 刚才给大家说了 在MySQL里面 PostQuadeSQL里面 它有一 它的创建表 特别是创建 这个资争 资争组件 都是比较特别的 对不对 然后 然后Oracle里面呢 创建这个资争组件 是更特别的 它必须要用的序列 所以说 首先我们要创建一个序列 它这序列怎么创建呢 叫CreateSects 然后呢 这个是序列的 序列的这个名字 然后呢 从哪开始啊 Start为了一 从这个区列的 从一开始 从这编号为一开始 然后呢 自增 自增也是一 对不对 也就是说 我第一个值是一 那么第二个值是几 一加一 第三个值呢 也一加一 再加一 一二三 好 然后下面是创建表 就是怎么创建表 主要注意一下 好 CodeTable 然后表名字 ID IDint Primal Key 组件 ID还是组件 然后呢 服务名 服务器名 最后创立行 然后呢 机器码 最后创立行 这个比较 这个是个 Circle语记 是比较 比较标准的 对不对 好 好 我们主要观察一下 这个自增组件 是如果处理的 注意 注意ID是自增的 在插入时 取序列 SQID 点 NextWall 的值 作为ID的值 什么意思 ID是自增 但是这里面没底线出来 是不是 但是呢 我们进行插入的时候 要取得 要取得这个序列的 NextWall 它的值 作为ID值 好 我们看一下脚本 看脚本 怎么插入看一下 好 向这个表情插入 它的值是什么呢 序列 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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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值 作为它的 取序列的 这个值 作为ID值 是不是 因为这个序列 是递增的 所以说 主件 也就自增了 注意这个 这个 这个细小的地方 好 然后我们下面 进行调试脚本 进行脚本调试 好 调试脚本 没有问题之后 我们执行这脚本 S空格 Auto-Insert OrigoDB件 才是 好 插入过程 是这样的 对不对 Sec Plus 对不对 Sec Plus 然后你插入完一行 它会有一行 一行创建 然后呢 提交成功 然后下面一行 也同样的道理 都是循环执行的 循环执行的 所以说 这是我接触 其中一个部分 因为我这个 数据库 我这个 我这个在服务器里面 没有装 奥运过数据库 我是在另外一台 数据库里面 已经操作了 所以说 我把这个截图 给大家 截下来了 好 然后那个 这个两个脚 这个脚本就讲完了 然后我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脚本需要注意的地方 脚本需要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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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reline 这三个单词一定要记清楚 好 第二个是自断的截取 自断的截取 CAD-D 啊 这一个方法 或者是AWK-F 这两个方法啊 记一下 好 第三个就是 Origo自从组建的引用方法 刚才给大家说了 通过序列 SEQID 这个序列 取它的下一个值 叫next wall 下一个下一个值 作为它的ID 好 然后最后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叫 CirclePlus 交互模式下 如何插入数据 啊 好 我截了一些 记得这样一个截图啊 CirclePlus 这样一个图端 是不是让我连上数据库之后 通过两个小于号 作为标准 通过两个小于号 然后UF 然后UF结尾 它们内部 它们之间 作为每一行 作为一个变量输入 作为一个变量输入 开始执行 我这样一个方法的执行 数据的插入 好 这三个案例就讲完了 然后呢 通过这三个案例呢 大家一定要掌握一下 这个 对这个通过SEQID 是如何操作数据库的 好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 今天的客户作业 今天作业有三个 第一个作业 掌握使用 是要脚本 对MySQL数据库 PostgreSQL数据库 以及Origal数据库 批量导入数据的方法 大家一定要掌握 掌握这个意思 掌握这个案例 掌握这个数据的批量导入 这个方法 不是我最重要 要求大家的方法 我主要想告诉大家 你实现了数据的批量导入 那么你也可以实现 数据的批量查询 或者是批量删除 对不对 或者是就数据的批量导出 就数据的批量导出 好 第二个作业是这样的 掌握四幅串 按照母咒分割符 进行截取的方法 也给大家说了 有两个方法 或者是更多的方法 我只给大家讲 这里面只给大家讲的 两个方法 一个是awcat的方法 或者第二个方法 就是用cut cut-d的方法 好 第三个需要掌握的 就是掌握用这个 两个小预号 作为定件符 来作为行输入 来执行circle语句的方法 好 这个两个小预号 这个这个用的 有时候用的是比较多的 是用的是比较多的 这个也是用的是比较 比较 比较特殊 因为大家一般是不使用 不使用这个方法 但是呢 有在特殊的场合下面 还是有 用这个方法 用这个两个小预号 还是使用这个 作为定件符 还是非常好的一个 作为输入的一个方法 好 今次的课程讲完了 谢谢大家